2018环法挑战赛近日在北京圆满落幕 作为赛事大使演员阮晶天也亲临现场 近距离感受了骑行的魅力 骑车私底下他也很推崇骑行健身 一声令下 骑手们纷纷奔向自己的终点线 活力满满的运动氛围 瞬间点燃了阮晶天内心的小马达 作为此次活动的赛事大使发射嘉宾 其实自己也是名骑行爱好者 骑行自行车刚好是我骑行摩托车的训练项目之一 为了保持状态 为了让自己抓住青春的尾巴 所以我健身的项目很多都着重在核心 都是核心下肢的训练 一句要抓住青春的尾巴 直接就暴露了阮晶天的危机感 说到星系 一身孤注至温柔的搭档小伙伴 阮晶天不禁苦笑了起来 年轻人 基本上就是年轻人 年轻人 年轻人 剧组长时间的拍摄待机 当熬夜加班成了家常便饭 健身变成了不可或缺的体能充电站 为了始终保持良好的状态 阮晶天一直在努力 我觉得差别最大的是像现在拍电视剧 然后我旁边的人大概都少我十一岁吧 少我十一岁 但是我自己的体力就完全不会有跟不上的状况 我的体力甚至比一些某些武行都还好 别以为阮晶天只是嘴上说说 其实他早已练就了一套独门健身秘籍 电视机前的您不妨也跟着动起来吧 拨腿我可能做个五组六组 然后蹲腿 我可能会做个五组六组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腹肠 一些小肌群的训练 文艺新天地 北京参访不到